大家好 有人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说习包子可能是真的权力没有以前大了 虽然这两天又出来了 主要是表现在这个军队口 没有过去那么大的权力的 你想想啊 你想想习包子这11年以来 他干了多少 干掉了多少军头 大小的中的 一个不留 那干的是乌样乌样的 从这个两人军委副主席 到各路这个什么的军委委员 这个部长那个部长啊 完了以后到各大军区的私民 这个政委军长 各种人物 三四千个军人军官都是级别很高的啊 最小的都是军长就这个级别的人 都被习包子干死了 他就没消停 所以说你要看到这个事实嘛 是吧 说这个习主席当了11年 干的最多的人 就是那些个军官 那些个军人是最惨的 没有之一啊 其他的地方的那些个官员呢 都还有点事儿 再说他们 习包子干死他们的好玩样的 但是你干军人可不那么容易 因为他手上有枪 你稍微搞得不好的话 他也跟你闹起来咋办呢 哎 结果啥事没有 习包子手刀擒拦 一个一个的全部斩于马下 各路人马 那真是 真是热闹 但是你会发现 这次习近平中风以后 出来了以后 做完手术以后 这已经又过去有两三个星期了啊 结果发现他好像没有抓军人了 军人的日子 这次一下子解放的一圈是民党的天了 是不是 好过了 习主席不整他们了 为什么呀 这个东西就很很费解 是不是 一种解释呢 就是说习主席现在和军人呢 达成的一致一见 个人好 啊 团结起来继续当官方代思老婆 是不是 习主席把军队搞定了 这是一种说法吗 是不是 否则的话 他怎么突然收手 不不整那些军人的呢 搞定了 要大局一定呢 是不是 那哪有那么快呀 这个这个这个观点就没那么容易 令人相信 另外一个呢 就是 习主席的军权的确被有些人给拿走了 他现在想在军队里面动人就没那么容易了 还真是这都两个星期过去了啊 习主席他们算的 从所谓的这个二十九三中全会到现在 就没有一个军头被拿下 这在过去十一年是没有出现过的事情 过去都是每一个星期都有好几个军头 军头被拿下 是不是 怎么突然习主席变得这么人意呢 怎么突然习主席跟军队的人搞的这么友好 个然好的 那是不是就天天喝毛的酒啊 交换姑娘搞三屁去了啊 所以这边有人又说的啊 说这个军方有意就是释放出这一个现象 解放军报发了一篇文章 说是军队的反腐取得阶段性的胜利 意思就是说这个军队已经没有腐败了呗 习主席不在军队抓人了呗 其实真正懂航的人啊 至内情的人说这是 其实是军方突过突过这样一个 春秋必发向外界释放这么一个现象 就是习包子在军队里面的确丧失了一部分的权力 最近他搞的一件事情就好像提拔了一个人做上将吧 就搞了这么一件事情 其他的所有的没有抓一个人 搞最近这个军队的人的日子挺好过的啊 没有一个人进去 所以你会看到军队的人突然就有权力了 陆军总司令那个你的叫什么李乔明 以前是跟习主席不对付的啊 他是老江的人老胡的人 他不是习主席的人 自己权力还挺大 代表习主席去俄罗斯访问 这会儿还在俄罗斯呢 习主席怎么这么相信他了 他不担心这个人跟俄罗斯的人搞一块儿跟他挖坑呢 很有意思啊 说这个从这个现象你可以足以证明 习近平的军权的确丧失了一部分 他本来就没什么太多军权 他过去主要是利用这个牛远 利用牛远在军队里的威信 完了以后在那里抓人 然后牛远之前呢 他是利用胡锦涛在军队里的一点点力量 然后抓那些高层的人 基本上他们说这个习近平过去整军队的人就是靠两个人 一个就靠胡锦涛 凡是你看到中央军委委员 这个级别的这个所谓的军头被吸包子拿下都是胡锦涛在背后在布局 比如说什么郭伯雄啊 徐太后啊 以及之后的什么张扬啊 古军山啊 又是这么一溜的人 是不是 包括他拿下什么牛亚洲 牛亚洲也是 也是一人物是吧 也是这么部级的这么一个 中共高军队的这么一个领导人 包括拿下他 那都是胡锦涛在背后给力的 胡锦涛如果不治他他搞不定的 凡是在部级以下 或者说的比如装备部 或者是政治部 就这个这个所谓的部以下的军官 比如军区司令啊 副司令啊 政委啊 这种人被拿下都是牛远的功劳 牛远 所以习包子在搞军队 他其实是动了足的脑筋的啊 结果没想到他他们的把军队刚刚平定 他把胡锦涛也也也也也赶走了 哎把刘远的先也赶走了是不是 所以搞到最后就没有人跟他玩了 他其实是没有控制军队的 他没什么人 我们说过他就两个人 就彭丽安 完了以后就一个中少军 就这么两个人 哎就当耳末呗 后来就收买了个张又霞呗 结果现在军队里的人似乎啊 只能说似乎跟习包子达成了某种默契 就是你当你的皇上 我们干我们的 所以呢 这个默契是有的啊 就是搞点事儿 所以习近平现在最大的心思呢 就是看能不能搞点大动作转移实现 然后呢继续好当官发财私老婆 好继续在皇上的位置上那么呆着 那军方呢 那一个一个的也不是擅长是不是 他们也希望搞点大动作 因为搞大动作以后 所谓的反腐败就来不及了嘛 那不很正常嘛 比如说哪一场战争要打仗了 要弄夺军心了 要给军队要好处了 因为你要他去送死啊 所以这个时候 只要一搞大动作 你就知道 这个军队的人呢和习包子 虽然不对付 但是他们在这个玩猫腻的方面达成的高度一致 你看这个世界上就是这样子的 我们之所以扯这个话题 是你要明白 不要说一个高层一决定打仗 你在那里打鸡血 关你毛事 高层一打仗 你如果是军队你的战士 你是去送命的 你如果是普通老百姓 那是要割你的韭菜的 因为战争时代 每个人都要做出奉献 要打仗 要你捐钱 要捐老婆 是不是 所以你不要那么傻啊 你看那个美国 我们说美国什么总统好 你就看他是不是打仗 凡是喜欢打仗的总统 都是他妈是猪狗不如的东西 都是些个坏东西 因为一打仗 就大跑一响嘛 黄金万两嘛 所以这个总统决定打仗 那些军工企业 那些军头 都一个一个高兴坏了 他们赚种了 因为死的不是他们 死的都是一线老百姓 都是前线的战士 无论哪个国家都是一样 不管是美国还是中国还是俄罗斯 你说普京打仗 他为什么要打仗呢 如果普京自己打仗打仗 他自己都没犯 他肯定不打了 他就是打仗 死那么多人 又不是他儿子 又不是他女儿 他自己就不会死 他除了还不会死 他还赚很多钱 所以普京的财富 随着这个俄乌战争打了三年 普京的个人财富是绝对是节节升高 芝麻开花节节高 那细胞子也是一样的 所以现在细胞子要想摆脱目前的困境 身体的不好的传闻 这个经济不好的困境 完了以后外交处处受制于人的困境 这没有别的招 我告诉你 人走到这一步的话 就只有一个办法 就是打一仗 必须要打一仗 不打一仗 你纵然你有天大的本身 你也无法摆脱这样的困境 所以现在这个军方也是这样的 过去抓了这么多的军官 如果说按照西胞子的这个惯性 他还得抓 那每个人都招不保兴 每个人都是丧家之穷 每个人都是晚上做噩梦 这时候有一个办法打仗 所以现在共产党的这个高层的很有意思的 西胞子虽然跟军队不对付 军队要夺西胞子的权 西胞子又想控制军队 所以两方面的终于达成了意见 那我们就打仗吧 所以我从这边听到的消息 西胞子不管怎么样 最近一定要搞一张 有人说他会深度参与到俄乌战争 下场 说这两天这个美国的国家安全顾问 沙利文已经跑到北京去了 人还没到呢 北京就在放狠话 是不是做贼心虚呗 沙利文过去就是问北 问北京呗 问习近平呗 你为什么要给乌克兰派兵吗 还有人说这个十月份啊 十月份到十一月份之间 习近平有可能对台湾动手哦 为什么呀 说这个什么 十一月份是美国的大选嘛 是不是 美国一大选 他根本就无下四顾嘛 他就忙不过来嘛 管不了台湾嘛 这个时候成续就而入嘛 不是孙子兵法嘛 是不是 包括最近这几天 这个中东又开始干起来了 是吧 泥巴嫩和这个什么 以色列在互相在扔炸弹 以色列先下手为强 先发之人 搞起来了 这背后都有中共 都有习包子的引子 都有中共军方的引子 所以习包子现在思路是对的啊 他必须来一场大事 来转移视线 至于在这个大事中 他是能够流鼻哄哄的取得伟大的胜利呢 还是成绩有人就把他给定点清除呢 这个就不知道了 谢谢